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注意手部卫生及咳嗽礼节 原假结束后 也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身体不适 请佩戴医用口罩尽速就医 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告知医师您的旅游史 接触史 职业别 和身边其他人是否有类似症状 随时关注指挥中心疫情资讯 保持防疫警觉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小军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海科馆区域探索馆 25日上午一开张 员工擦窗户 赫然发现有三片落地窗 出现好大碎裂的蜘蛛网 这上头痕跡 看起来像是遭到枪击 吓得赶紧报警 就是要请几位解除嘛 我们才能办法上来 然后一上来 本来要看进行处之后 我们往这边要去的时候发现这三个 警方获报不敢大意 通知监视小组到场采集机阵 在三楼的玻璃窗上采集 发现弹孔是由外射向窗户 弹痕并没有贯穿窗户 只有形成碎裂的蜘蛛网 随后监视小组在二楼阳台 找到一枚钢珠弹直径0.8公分 研办是弹弓射击窗户造成 整体案件排除是枪击案件 我们之前海科馆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对 那我们今天大概是 八点半开馆人员进行开馆的时候 然后有发现就是三片那个玻璃 有疑似就是钢制BB弹的一个弹孔的痕迹 那因为相关的作业 我们后续就报警处理 那现在警方也正在协助我们海科馆调查 管方强调 区域探索馆从101年开馆以来 从没有发生类似案件 警方正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 查出可疑人士 不排除是民众一吃好玩 才会拿弹弓射击 警方强调这样的行为 不但触犯了毁损罪之外 也将吃上公共危险罪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低着头 总进警察局 他就是涉嫌弹机海科馆的诚信嫌犯 警方在案发后五个小时 将他逮捕到案 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强力的弹弓 嫌犯坦诚 在网路上买到强力弹弓 只是想试吃威力 他曾经朝天空击发十几发 但没想到钢珠会打破探索馆的玻璃 破大掉夜周边数十支监视器 过滤数十步行击可疑之测量 后续经集结我们专案人员的努力之下 终于掌握到可疑之智小客 进而破获本案 全案警方于收集相关事证后 依法已请基隆地检证办 警方掉夜监视器查出案发前 有一名男子正在黄岗街 持强力弹弓射击 诚信男子到案后坦诚犯行 但只说是好玩 没想到一时好奇 失色弹弓 却惹上大麻烦 还失上官司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 市长会来变菜哦 这个小腹要用力耶 可以核心 你如果联系做一个月你就瘦身了 真的真的 可以瘦身 可以收你 你看我们十几岁的老板 老板可以吗 可以 好 好 经过第四次尝试 向老板拜师学艺的金融市长 黄又昌终于成功塞出元宵 还笑称有瘦身效果 在日前向各县市长下战帖 邀请PK汤圆每位引发全国元宵大战后 黄又昌特别到他认为全国最好吃的这家 金融手工元宵老店学习制作元宵 这家每天卖出上万颗元宵的知名老店 坚持以传统手工方式制作 每到元宵节前总是吸引大批人潮购买 现场品尝 则一定要淋上店家特制的桂花蜜 还有加入淡的酒酿汤圆也很获好评 刚体验制作元宵的铃又昌 直接在汤位上开吃 直呼不管是吃冰的还是热的都好吃 平常吃这一个桂花酿的汤圆都是吃热的 因为热的话它很Q 然后那个很顺口很好吃 不过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太好 太热了吃一个冰的 嗯 那你的口感怎么样 一样好吃 因为你看 它其实大小刚好 其实就是一口 那一口吃一口 牛肠也再次向各县市长下站帖 邀请他们到基隆学作元宵 再亲自品尝 就知道这家经过小英总统认证过的 基隆元宵美味真的是全国第一 我们邀请这个所有的县市长 到基隆来PK一下 来基隆吃桂花那样的这个元宵 我想这个是最好吃 他也可以来跟我一起PK做汤圆 大家一起摇健身 摇的累累的 再来吃元宵 那个元宵一定敢好吃 在牛肠发出元宵PK战帖后 包括桃园市长曾文燦 台南市长黄伟哲 高雄市长陈其迈等县市长 也纷纷接招回应说 自己县市汤圆才是全国第一 让这场元宵战争变得更加热闹 到底哪里的汤圆最好吃 就留待民众自己来体验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大批弱势民众挤爆整条7楼 就是为了领取便当 已经连续7年 在每周四中午发放爱心便当 给弱势民众的 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 农历年前为了防疫 首度暂停发放一个月 不过在近期疫情和缓下 江洪志也在元宵节前夕 恢复发放爱心便当 年前疫情非常的紧张 那么我们又怕扩大传染 所以我们停办差不多一个月 那么现在开始 我们发现已经疫情稍微缓 所以从今天又开始 来办理发放便当的活动 那么这段时间 我刚才听他们的反应 他们非常的期待 那么可见 这个社会还是很需要 这样子一级的爱心的活动 先前共襄盛举赠送 发乐意给弱势民众 郁韩的企业家张耿龙 这次再度加码送红包 给弱势民众 力挺好友的善行一举 其实本来在过年以前 那我们就跟江董这边 已经讨论好 就是说要发放红包 但是因为之前疫情比较严重 对所以我们延到小过年 就元宵节之前来发放 希望这些老人家 能够得到这些基本的温饱 江老师表示 爱心便当活动举办以来 领取的人数逐年增加 显示社会上 有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善心人士加入 协助弱势民众渡过难关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国民党机动市议会党团 三位市议员 吕美玲 张渊祥 以及韩世玉 在国民党机动市议会党团 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提出被点名 已涉案的助理 确实担任过 立委蔡适应国会办公室 副主任一职 要求针对媒体报道 有关立委蔡适应助理 涉及向物流厂商 所会遗云 一事提出澄清 否认这个案子 跟蔡适应团队无关 但请问黄兴耀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助理 是完全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呢 是凭空杜撰的一个人物呢 还是确实有这么的一个助理哦 而且同样的 有这么样的一个选民服务 第二个 我们要针对TVBS爆料者 及罗志强议员的质疑 请问你为什么说法 前后不一样 一方面说 跟蔡适应服务团队无关 然后呢 过了一天 你却又告诉大家说 改口说 这个是因为选民服务不成功 委托者 辖院报复 我想请问一下的是 我们真的很想要知道 因为这个也是基隆市民 传来 写讯息来问我的 就是说 哪一个才是你正确的说法 透过媒体的披露 我们全体市民也都非常关心 这一位名列在他通讯录的黄兴耀先生 这位他在通讯里面当然就是助理 电话都在上面 我相信蔡适应委员跟他一定可以直接的联系 而且呢 应该尽快的把这件事情 跟全体市民来做这个说明 然后要尽数的 否则对他未来的政治的倾途一定堪虑 身为一个基隆市的市民 或者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都不希望 从政的人员能够就是涉嫌行贿或勘悟 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话是尽快的 要说清楚 讲明白 让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才能够放心 尤其是我们 从政人员的操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我们 一生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生命 而立委蔡适应方面则回应表示 黄兴耀本来就是办公室的助理 这一点从来没有否认过 TVBS开始就曾经询问过 这个案子属于公司之间的商业纠纷 与本办公室无关 没有所谓助理涉滩的问题 媒体在查证后已经在第一时间做出更正 但是国民党议员仍然恶意扭曲 直接指控助理收贿 严重吐蔑办公室同仁清白 将对召开记者会的三名议员 采取法律行动提告 那针对今天国民党党团开的记者会 本办公室做出这样的声明 第一个黄兴耀本来就是本办公室的助理 这点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 而且在媒体的访问之后第一时间 我们就已经说过他是我们助理 第二点 该案是公司间的商业纠纷 办公室并没有介入 那没有所谓的助理涉滩这件事情 所以媒体在查证之后 已经第一时间做出更正 这些国民党议员仍然恶意扭曲 指指我们的助理受惠 这严重污蔑办公室同仁清白 那因此我们征语过我们四个助理的意见 他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对这三位议员做提告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吉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 数千步抢挡一句随你挑 电视轻松看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鲜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两千四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 长新里公园里面的两座户外篮球场地 年久失修地板均裂破损 下雨之后更容易失滑 因此当地长新里长姚秦富 担心民众来这里打球会有跌倒滑倒等安全问题 我们篮球场使用很久了 但是我们那边因为使用力很高 所以我们就容易破损 成年人学生 尤其暑假学生很多 还有那个成年人 利用晚上时间利用我们的篮球 来活动 这样的话对他们身体也很好 但是如果说破损的话 到时候他们运动起来又伤到他们脚 所以我找张艺员来协助 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里长特地请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邀及市政府民政处以及七堵区公所人员 一起办理会刊 张耿辉二话不说 将用议员建议款大约160万元左右 协助先后整修这两座篮球场的场地 希望可以及早完工 维护打球民众的安全 我们里长的陈勤 然后设计很多里面都要反映这个问题 那耿辉在这边也非常有这个荣幸 能够协助我们里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经过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现场会抗确实是有必要 那耿辉也建议我们市政府 利用相关的经费 能够在我们雨季之前 能够迅速的把这两座 不堪实用的篮球场 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篮球场 给它好好的整修 让我们市民有一个安全健康的 一个休闲的地方可以来运动 由于公园旁边就是 基隆商工和明德国中等学校 下课及假日 经常有学生来这里斗牛打球 因此这两座篮球场的使用率非常高 安全性也更加重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每一集由祖孙搭档 由孙子挑战完成一道 阿公阿婆的拿手菜 节目设计让孙子 传承老一辈的拿手菜之外 更让人看到祖孙间的浓厚情感 阿公阿婆神救援这个节目 主要是希望可以让祖孙 在上节目的历程中有搭档 然后抢奖金的感觉 流程是让孙子孙女 跟自己的阿公阿婆学做一道菜 然后做给儿童评审团吃 然后拿到奖金 那我们就是希望 因为祖孙其实是很微妙的关系 小时候他们可能会很疼 阿公阿婆是给予者 然后孩子是接受者 然后通常大人比较有感觉 然后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 主要受众就是前青春期 就是国小高年级的时候 这时候的关系会非常的微妙 因为他们开始叛逆期的开始 不是很想听大人讲话 但是阿公阿婆其实一样爱 所以他们可能既亲密又疏离 或者他们其实 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逆爱的祖孙 那我觉得每一种爱都是爱 然后那只是希望在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自己也反思到 自己跟自己的祖父母的关系 那也希望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可以反思就是那我在我的阿公阿嬷的眼里 他们是什么样子那我又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样子 其实现在就是台湾做儿童节目的单位 感觉虽然很少 但感觉上有越来越多 但也有很多单位在扶植儿哨节目 虽然说我们会说 大人都不看电视 那士兵我们就是要 大家都在转型到网路上 我觉得要提醒的是 除了呼吁大家多做的人多做儿童节目之外 也希望家长 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好的儿童节目 希望家长在让孩子看动画之余 其实有空的话真的可以上网找一下 真的有很多很棒的节目 等待家长或者是大众来发掘 节目单位投入心血 制作儿童节目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也大力推荐优质儿童五星节目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支持优质的儿童节目 同时美观也特别感谢 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 持续支持优质的儿童节目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童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红 黄 紫 白色郁镜香齐放 搭配荷兰的风车 托其热气球 日本起伏中等艺术装置 让您不用出国也能享受异国风情 市邻关地郁镜香站开跑 到3月7号至营造有缘浪漫氛围 是民众打卡赏尽好取出 环境也很好 整理很漂亮 花的颜色层次弄得很 配得很清楚 很亮 配那个天空也很 看起来很舒服 今天又蓝天白云 真的非常的舒服的地方 我觉得花都很新鲜 颜色也很缤纷 所以心情很开心 每一个拍照景点 它都有椅子让大家拍照 可以照相 就不会走到花虫里面 破坏花草这样子 那这次的展区特色在土耳区呢 我们有带大家去乘坐热气球的概念 所以有热气球搭配郁金香 那在荷兰区有木鞋 风车 还有一个荷兰运河的缩影 是由一个3D彩绘老师 洪荣杰老师为我们制作的 让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在看这个荷兰运河屋的一个过程 接着带大家到东方的日本 那日本展区内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鸟居 还有祈福中 还有利波士特有种的郁金香 带领大家不用出国 事实上就可以来士林官邸赏到郁金香 因应疫情除了实体活动外 也规划线上展演 包括荷兰大使带您走访郁金香故乡 米飞兔管花园 同时学习郁金香的小知识 那这次也是因应疫情 我们推出了三个线上赏花的活动 那包括在2月25号 然后2月27号跟3月5号的 每天中午12点半到12点 还有12点40分 有线上的一个抽奖活动 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 抽奖拿黄金跟清极的下午茶卷 公园处也贴心提醒 太阳大使郁金香较为盛开 最为美丽 欢迎民众利用时段赏花 早上人潮也比较少 可以避免群聚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香闷闷的牛肝菌炖饭上桌 米饭软饮食中 浓郁的牛肝菌味蔓延在嘴里 香润入口 这间位于文山区的 蔬食意大利面店 菜单主食不多 但却能让人吃过及印象深刻 餐厅消费者通常吃了又来 满足了下次仍然向往 其实我是朋友推荐 然后一起来用餐 可是我本身不是素食主义者 但是我就因为吃过之后觉得 素食原来也可以这么好吃 像这道牛肝菇炖饭我就蛮喜欢的 它的那个牛肝菇跟奶油搭配起来 其实我觉得不会输荤食的炖饭 而且吃起来还比较清爽 这道算最畅小的牛肝菌炖饭 它用意大利进口的牛肝菌 店内主打蔬食 招牌的咖喱番茄千层面 便皮Q弹厚实 淋上酱汁层层堆叠 看起来立体可口 还有这道老板的新菜单 红烧狮子头 采用未来肉制成 含有植物蛋白 丰富膳食纤维及维生素 营养不输肉品是蔬食主义者 补充蛋白质的好味道 千层面的制作就是一层面 一层酱 一层面 一层酱 总共大概有二十层 然后做完之后呢 再加一次烤 烤成定型 再切割成方形 然后再淋上咖喱酱 是用表面做的红烧狮子头 还用蔬菜豆类的萃取 在美国被认证 开设蔬食餐厅 源自于老板的善念 以同理心对待动物 尽管蔬食菜色有限 但老板对味道的要求 着实不马虎 例如调味就坚持使用低钠 一斤比一般金盐贵十倍以上的盐 加上橄榄油 带出食材原味 而不死咸抢味 我觉得做人要懂得将心理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 都有小孩 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受伤 或者被杀害 可是我们如果吃婚的话 是不是等于 我们不愿意 人家对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对人家做 老板提到 不仅如数的民众爱来 许多婚食主义者 也会上门品尝 撇开肉食 也能享受到平价 但精致美味的一餐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就像一条路 一会儿死一会儿动 重重重重重重 资深歌手胡德夫用磁性的赏音 诠释历尽苍苍的人生 表演工作坊2021新戏江云之间 由实力派演员张震挑战江冰柳 与四度扮演云之凡的肖爱 吸手演出 让不朽经典暗恋桃花园中 被挫折的恋人 在40年后再去前沿 江冰柳对我来讲 他很熟悉 但是我也希望 我可以贴近 之前几个版本的江冰柳 但我同时也希望 看看这个里面 能不能找出一种 新的江冰柳的路子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有可能有可能性 那跟拜杰一起工作 其实蛮开心的 我们因为也是很长的时间 我很荣幸演 这个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故事 我觉得 当然他这一对恋人流离颠沛 借由因为他们的流离颠沛 分离 有暗恋 有江云之间这个故事 但是其实我们去想一想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悲哀的故事 这种悲剧可不可以不要再出现了 最大出 最大出 《暗恋桃花源》自1986年首演后 35年来演出超过上万场 感动无数的观众 新戏江云之间 导演赖深川将原创再原创 抽食剥茧出江冰柳 与云之凡心中最深处的记忆 也填补了两位恋人 在《暗恋桃花源》中的留白故事 其实《暗恋桃花源》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叫留白 就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想的一些层次 江云之间就回答了很多这些问题 就我常常在觉得说 两个人写信给彼此一辈子 这是一种感觉 你要写信给彼此 然后说不到 那这是另外一种感觉 等于写信在写日记一样 这两个人的一辈子的信 就变成一个整个时代的一种记忆 所以我觉得江云之间到最后你会看到 好像是从两个个人 平凡的个人开始 但他能够勾出一个整个时代 这个时代 我觉得渐渐被我们忘掉了 但这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一个时代 江云之间 将于4月2号到4月4号 在国家戏剧院演出舞场 喜爱表演工作方的观众 千万不能错过这出跨越时代 复古又创新的经典之作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